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苏军装备的多管火箭炮主要是BM-13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卡丘萨 到了1960年 苏军要求开发战后的第二代火箭炮 即新型的多管火箭炮系统 其项目代号为冰雹 1964年11月 冰雹出现在红场阅兵室上 也就此取代了之前的卡丘萨火箭炮 直到这次俄乌冲突 冰雹依然是俄军使用最多的火箭炮系统 冰雹多管火箭系统 主要由一个发射装置和一个改装过的6×6卡车底盘组成 行车状态长7.3米 高2.85米 宽2.69米 涉水深1米 可以通过65厘米高的垂直障碍物 爬坡度31度 越豪宽875毫米 最大行程405千米 战斗权重约11.5吨 最大时速75千米 炮班人数共6人 发射装置共有40根 弹药基数120发 之前乌克兰方面称 俄军使用冰雹火箭炮 发射了世界禁用的 磷弹轰炸亚述钢铁厂 其场面十分恐怖 其实冰雹发射的并不是所谓的磷弹 而是一种叫做9M-22S的铝热弹 这种燃烧弹里面有180颗六边形的子弹 材料是由铝粉末和氧化铁混合而成的铝热剂 其容点比铁水的温度还高 可以达到2500多度 是对付坦克装甲车最好的武器之一 而且火箭弹爆炸所产生的火炎 可以燃烧120秒 能够轻松的烧穿几厘米 乃至十几厘米的钢板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 这比磷弹威力还要大 为什么磷弹被明令禁止 而这种铝热弹却可以使用呢 虽然铝热剂的温度很高 但相比于白磷弹来说 不怎么粘人 即使身上粘了铝热剂 也能将其甩掉 毕竟这款武器 主要针对的目标 还是装甲车辆 反观白磷弹 这是专门用来攻击人体的 它的燃点较低 而且很难熄灭 白磷弹燃烧的过程中呢 还会产生有毒气体 因此这种非常不人道的武器 早已被明令禁止